强调智慧、环保的国产电动机车Gogoro 今年6月上市以来发生了第一起车祸 Gogoro自家的员工12号在新北市巴黎市骑的时候 突然失控撞上路数当场死亡 而这起意外的发生是人为还是机械的因素 警方还要调查 车头损毁、车轮脱落 内部的零件全都撞到外路 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这台Gogoro电动机车偏离大马路以后 冲上了红砖道撞断路数 当时在试车的Gogoro30岁员工头部重创死亡 车速的部分或者是说 机车是不是因为机械故障来导致事故的发生 那因为现场的机震 目前还在研判 所以还要再详细调查 到底是机械因素还是人为操控所造成 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 而Gogoro是台湾研发产制的电动机车 今年6月才上市 标榜急速可以达到95公里 这是上市之后的首宗车祸 专家表示国内电动机车的安全认证比一般机车还要严格 应该不至于是设计上的安全问题 至于是不是为了测试而有特别改装 这回又发生死亡车祸 也让这辆机车的普及更雪上加霜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